想跟大家分享我在当法税志工下乡到全省各地做村里长连署的时候发生的事 有一位企业老板亲口告诉我 他非常害怕国税局的人约他喝下午茶 因为他是那个工业区营业额数一数二的公司行号 只要国税局的人约他喝下午茶 就是要他多少缴一点税 几十万是跑不掉的 而且在旁边的另外一位老板也是很无奈的苦笑说 这是他们两个共同的心声 有一回在大西区办了一场法税宣导讲座 有一位议员呢他带着建筑业的朋友来 议员说他今天要少讲一点 要让我这一位建筑的朋友说说他的遭遇 他真的太辛苦太可怜了 这位建商说啊 他呢都确实的缴税 所以不怕政府来查税 结果怎么知道呢 国税局的人来查个账 一个星期公司几乎每一个人都把工作放下来 依着税务人员的要求拿出所有的账目 让他一一核对 到头来还是开了一个搞不清楚什么明目的税单 后来他学乖了 税务人员说 要多缴多少就多少吧 赶快争取时间 赶快去赚钱 这个比较实际啊 这两个故事 当初我听到的时候 完全不敢相信这种事情发生在台湾民主自由的国家 大家试想 每一个老板在自算自己成本的时候 税的成本根本难以估算 难怪啊 很多的企业都不敢涨薪资 员工雨缺不补 造成员工呢 薪水少 工作量大 所以才会有我刚刚叙述的家长的生活形态 难怪 年轻人 不婚 不生 即使政府提高了生育的补助 薪水还是那么低 实在杯水车薪啊 解释含令啊 有九千多条耶 课税依据 都是税务人员说的算 在没有法员依据的税务奖励金的驱使下 这些乌龙税单烂开 税务行政救济又失灵 课税金额还可以用协商喊价的方式 企业要怎么生存呢 不规矩缴税的会被罚 可是规矩缴税的也会被罚 难怪有的企业 他宁可逃税漏税 等着税务单位来抓 这样恶性的循环 是国家的危机啊